各位學員大家好,我是薛兆亨薛教授 今天我們繼續我們的財報長寶圖及無線譜投資儀表版的財務報表分析課程的教學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一檔股票叫振華電作為教學的案例 首先我們還是一樣從獲利指標開始 以年度的獲利指標看比較長期的趨勢 首先毛利率呢,他2021年是35.42% 35.42%呢,基本上是最近這幾年來 2018、2019、2020、2021比較高的 那因為他早期有做個轉型 在2014年、2015年、2016年那時候他的毛利率都40幾% 那中間有做個轉型,然後最近其實回來還不錯 再來是一個營業率率是11.47% 那也是近四年來最好的 然後再來是 稅後盡率是6.19% 那是 比前一年的2020年的1.31%好很多啦 但是比那2018年的7.7% 2017年的13.25%稍微低一點 稍微低一點 那稍微低一點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在2018年喔 它是一個什麼 營業外收支是正的 我想應該是兌換利益的問題 那2021年是兌換損失 導致於說有所差異 好再來我們看那個季的資料 季的資料是比較貼近目前的狀況 那2022年第一季是35.2%的毛利率 然後 算是 比去年同期的34.78%高 比平均數的34.08%高 營業利益率是12.14% 比去年同期的7.29%高 比平均數的9.49%高 稅後盡率是9.11% 比去年同期的那個 2.62%高 比平均數的4.66%高 算還是不錯 還是不錯 好 我們看每股營收 每股營業利益 每股營業利益 每股營利益的資料 那近四季是132.15% 算是近8年來的新高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正華店在2018年以後 整個結構性的改變 他每股營收是75.72% 後來變131.14% 所以他營收就增加很多 但是同時呢 他的那個 就是毛利也降了 本來毛利都四十幾% 後來降到剩三十幾% 所以這是一個那個 改就是怎麼講 整個公司的一個改組 或者是蛻變 那中間有不同的一個 經營的策略 好 那每股營收呢 132.15% 是近8年來最高 每股營業利16.5% 也是近8年來最高 每股營業8.72% 那就是 算是2017年以來的最高 那更早以前的 他的值利率會比較 他的每股營業高一點 好 這經營算是不錯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季的資料 啊 2020年第一季是35.51的營收 每股營收 比去年同期的26.33高 然後也比平均數34.9高 那每股營業率是4.31呢 比去年同期的1.92高 那也比 也比平均數2.96高 那每股營業是多少 3.02 3.02是近8季來的最高 OK 所以他第一季的獲利其實不錯 那同時也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最近的四季你看 1.17 2.12 2.41 3.02 過去 過去 2020年第二季是0.35 0.51 0.57 0.52 所以最近的四季呢 其實盈餘成長相當高 那如果說 你覺得 這個是一個常態 我個人覺得應該不是一個常態 因為不可能說 整個成長率啊 我從0.52成長到3.02 然後一直持續下去 所以如果說你是以成長股來估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 以最近四季來做 以你成長的估計 稍微樂觀 財務結構不是很好 就是 兜地一般入市 當然 但是他最近其實有改善了 有改善 那地期保障倍數29.5 其實大於3 算還好啦 那自由資本比率 30.23 其實 比 19.02 有改善 但是其實還不是很好 還有改善的空間 好 那 近 這個 以季來看的話 自由資本比率 31.62 算是 近八季的最高 近八季的最高 但是還有努力的空間 那 立即保障倍數不錯 13.29 OK 那流動比率 這短期搶在能力 看流動比率的話 就是 2021年的 193.9 算是 怎麼講 快百分之兩百 算是 其實還不錯 而且最近幾年來都持續進步 那速動比率 104.6 大於100也不錯 那應收帳款及存貨佔總資產比率33.3 這個比率其實不算低 所以應收帳款周轉業跟那個存貨周轉業 還是要進行分析一下它的品質 好 記的話 流動比率189.4 189.4 其實還不錯啦 比200還蠻近的 比200還蠻近的 那 速動比率百分之100 也還不錯 那應收帳款及存貨佔總資產比率34.2 這是講說應收帳和存貨也要 因為它佔的比率也不低啦 這要持續的分析它的品質 好 那講到品質 我們再來看 平均銷售天數 又存貨天數 2021年是160天 160天是 說真的不是很好 近8年來的最高 那收款天數61.5 而是正常啦 61.5這樣 所以問題在存貨 問題在存貨 那存貨 那存貨160.6呢 比去年的 比前一年的 135.8 增加了25天 比平均是125.3 增加了30幾天 那這個存貨增加 到底是怎麼增加 我們都知道 存貨增加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說 一個投機的動機 比如說 那個原物料價格上漲 噴貨 噴貨導致存貨增加 另外一個是預防的動機 預防動機就是說 你怕你的那個客戶買不到貨 或者是說你怕零件不足啊 或者是說那個像那個篩崗對不對 那運輸時間比較久 所以你就因此增加一些存貨 預防的動機 另外一個是交易的動機 交易的動機就是 營收增加導致存貨增加 營收減少 導致存貨減少 交易的動機 那這三個你就要去判 判斷到底是屬於哪一個 其實我對這家公司還不太熟 沒辦法判斷到底是哪一個 但是呢 交易的動機是影響最大的 如果營收衰退導致存貨 存貨增加 那就是不得了 那目前正華電沒這個問題 因為它基本上是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營收 營收就是比去年頭期還增加 2660比去年頭期1973增加 那所以呢 那你來看它的存貨 那存貨的話是3559 比去年頭期的2254還增加 那增加是稍微多一點 增加了13億 13億 稍微多一點 而且呢 它比去年的第四季還增加 去年第四季增加 OK 那這存貨增加 因為營收增加 存貨增加基本上是還好啦 那 就是 不是因為交易的動機 導致於存貨增加 看起來是 好 再來是 那第一季的 存貨變成177天 也是 近八季來 最高 近八季來最高 那存貨其實還真的蠻嚴重 然後 然後 營收賬款是60天 也算是 其實算是正常啦 這還是存貨的問題 那 可是因為它營收其實還不錯 我們看一下它營收 營收就是 三月份還有創新高 營收創新高 存貨增加 好像很正常 要小心謹慎 但是 沒有那麼悲觀 沒有那麼悲觀 因為它營收持續增加 好 再來就是我們看 股東全力報酬率 22.3 22.3 22.3 算是 近幾年來 比較不錯了 那當然比更早以前的34 35 這差 因為它整個 整個經營結構都改變 所以它 可是ROE22.3相當不錯了 相當不錯 那我們看 跟去年比就好 最後經歷6.6 比去年同期 5.1好 那比前年的1.5又好更多 總資產周轉指數0.67 比去年同期好 0.60 比前年又好更多 權益乘數5.07 這個 自由資本有提高一點 那權益乘數有降加一點 總為言之 ROE算是不錯 那我們看 G的因素 G的因素的話 這個營收 比去年同期有增加 然後 總資產也比去年同期增加 金利也比去年同期增加很多 所以 我們的稅後金利利是8.5 比去年2.5 增加很多 總資產周轉利0.8 比去年同期0.14 增加很多 權益乘數 那他的ROE的第一季是多少 7.5 比去年同期1.5 好很多 好很多 好 我們看限定流量了 那限定流量就是 可以看到 在2021年的時候 獲利是4.66 那營業活動限定是21 然後 自由先流量是1.556 所以去年的 現金流量表 相當不錯 但是近世紀就不好 近世紀你看 稅後金利是6億 可是呢 營業黃先流量是負的將近2億 然後 自由先流量是負的將近3億 就是沒有賺到錢 沒有賺到現金 賺到金利 沒賺到現金 所以近世紀來看 他的現金流量表 不是很好 那存貨 因為存貨增加很快 這好像有跟大家講過 存貨增加很快 看一下 這是 我們看一下 可以看到 盡力都增加了 盡力增加 可是他存貨呢 那存貨你看 增加 持續存貨增加 增加4億 增加2億 增加4億 那這東西就是限定流量這個 就是營業黃先流量變負的主要原因 是存貨增加的 存貨增加的 存貨增加的 比獲利增加的還快 所以我們講說 存貨要必須注意一點 就是這個原因 好 再來就是利值的話 他利值很低 因為他就是負債比例太高了 所以他利值都低於1.81 但是還好 因為雖然很低 但是持續進步 持續進步 持續進步 所以就還好 你看早期的利值多高 5.76 2.46 那為什麼會降下來 2015年以後 為什麼會降下來 可以看到 就是光負債比例 像5.77 2.30 變0.82 就光這個就降了很多 那保留意義也變差了 那 營運資金也變差了 變差了 所以 那總資產周轉率也變好 這因為他怎麼講 要營收增加了 好 所以他的 其實說的他利值其實 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希望說 他能夠這樣這樣 逐年改善 逐年改善 那就變成到正常的區塊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 他的 每股營利跟 每股 股利 那其實 近四季的每股是 8.72 相當不錯了 然後 每股股利 如果說 以 72.5來估的話 是6.3的 那這樣的話 本利比15.3 值於4.8 那 大概 近四季 近四年來的話 算是都持續成長 跟早期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 可是他營收也增加很多 好 那 所以的話 如果說 以7年的成長率是負的0.6 因為長期而言 美股利益其實 就是 以前比較好啦 以前的美股利益可以到9塊多 現在到 然後 然後三年成長率是12.5 所以還不錯 那 近四季年增率是347.1 這個就不要相信 我覺得能夠維持12.5 就不錯了 不錯 你可以看到 這家公司長期持有 並不是很好 那資本利得7年是負的 5年也是負的 近三年是整的 所以呢 經過他就是一段時間的一個 那是整個體質的重整 最近三年有變好 長期持有了 沒有很好 那希望說 最近三年變好以後呢 整個體質改變 然後就一直也可以變好下去 好 我們看一下他五線投資儀表白 那 就是 營收也不錯 營業經濟也不錯 稅收經濟也不錯 美股也不錯 持續成長 然後給他5分 那 自由先生聯亞 ZSCO 還有現金轉換期間 其實自由先生聯亞 到了近四季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的安全性 但是不是 安全性就蠻低的 現金轉換也就是好多天了 就要174天 ZSCO又少於 小於1.88 那自由先生聯亞看起來不錯 可是那是去年 那近四季又變差異 ROE還不錯 ROE這個14.3 那最近有到15以上 那本益比15.3 第一平均數20.8 然後股價靜值比 所以不貴 然後 股價靜值比3.08 3.08 那第一平均數3.98 也不貴 值率3.38 所以第一平均數4.4 那其實以近四季來看就很高於0 好 好 那 以那個 評估成長股的話 那個 成長率34.2 我是覺得沒有 就十幾%就差不多了 然後 值率4.8 那加起來大概 16-17 大概 應該也是高於本益比的15.3 所以用那個成長股來評價也不會 但是真正的狀況怎樣 其實要看五線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五線譜 五線譜本來要講的時候有跌到那個 加兩個標準 它很像 可是最近要報告開始就上上去 它是在一個那個樂觀區 樂觀區的話就是未來再漲的距離 在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下 未來再漲的距離就比較低 那 所以目前的五線譜來看的話 符合統計的 統計的一個 機率來評價的話 它再漲的距離 所以就是相對的 不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好 我是薛章薛教授 謝謝你的收聽 如果你想要看我們完整的 就是個股的 股價五線譜 投資儀表版的介紹 那請您訂閱我們的DP 叫Dream Player 那會比較有完整的一個介紹 好 謝謝您的收聽